好,大家好 在前面我们了解了通过链接的方式 评向对象层面了解了继承之后 接下来的课程我们就进入到内层面的形式的继承 那么在了解内的形式的继承之前 我们要再次了解一下Instance of 因为到后面我们会经常用到Instance of 而在前面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学习具体的继承 是不是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Instance of 那么首先说明一下Instance of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它就是判断 一个对象是否是一个它的实力 这是话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就表示这个操作符 左边就是一个对象 一定要是个对象 是不是在右边一定要是一个函数 意思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123Instance of number 右边这个函数的条件我们满足了 然后你回车的时候发现是forst 为什么呢 因为左边它不是个对象 你typeof一下123 发现因为123是个数字致命量 是不是它是个数字类型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让它变成有效的话 你就new一个number123 然后Instance of number 它就会返回一个true 这就是第一个左边是一个对象 右边是个函数 第二点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的页面里面嵌套到了 像这种iframe 这种东西 我们都知道iframe呢 它是一个独立的window对象 是不是 所以说如果这种情况下 你在某一个iframe搞了一个newnumber 然后再跟另外一个里面的number对象 这种那种比法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这是第二点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因为我们已经许了基层了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Instance 我们能不能通过那个基层令 来判断它是否是一个对象呢 比方说我们正创进一个方形F 这个创进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比方说f的new一个f 然后呢f这是对象 什么在instanceof f回车是个处 然后它是不是这样那个东西的instanceof object它反复的也是一个处 那么说到这个的时候 你可能想一想 那个instanceof到底干了些啥事情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对象 是一个这个当是内是不是 它内的一个实力 你怎么做呢 你第一种想法 你就是说呢 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 就是说f的construct 是不是那个等于右边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f的construct就是f本身 所以这个地方是满足的 但是第二个呢很明显就不满足了 是不是 用construct只会有一个嘛 它不可能既是fuseof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是了 它内部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通过那个神秘的proto 那个东西 来做那个instanceof的实现的 如果我们要写个尾代码的话 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 比方说是什么呢 当时这个代码是不准确的 我随便写一下 比方说wiref它的proto不等于空 这种假设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就判断一下f.proto 就是左边的超速数 proto等不等于右边的proto 它是这样写的 如果等的话呢 就直接返回一个处 那么我们按照这边的看法 f的proto是不是指向的f的proto type 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 所以这个地方返回处 那么接下来看到这个的时候 它没有这么简单 是不是 如果它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情况 它就干什么事情呢 它就会把f等于f.proto 这个神秘的链接 我就扫起了那两个下话性 那么接下来它就会干这个事情 干什么呢 接下来再就变成f 因为f已经改变了嘛 是不是 它等于一个新的质量 它再搞个proto 然后是否它等于右边的你那个f 当然此时就变成object了 是不是 然后object.prototype 大致就是这种逻辑 永远是右边的操作服 如果反复的话呢 就是如果是相等的话呢 就返回一个true 这是这个逻辑 那么这个逻辑的话 我们用到这里呢 f它的prototype 指向是f的prototype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变成这个地方 那就把f呢 就改成了是什么呢 改成了f的prototype 这是第一个 那么接下来它会怎么做呢 就是f的prototype.proto 等不等于 你这个右边的prototype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很明显它就是指向它 所以呢 相等的 反复的是个true instance 大致的实行逻辑 就是这样的一种 伪逻辑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要讲解的 instance 这个地方啊 今天就新讲的z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